我們來看看怎麼增加地下室 那地下室的部分呢 我先回到玉棟 那地下室其實也是增加樓層的應用 只不過呢 它是往下挖 那我們來看 我再增加一層 增加一層 好 這個 我就把它改成地下室 但是我很誠實的告訴各位 它不會因為你打了這個字就變地下室 來 我們看一下 剛剛我們有稍微解釋那個樓層的概念 這裡有三個名詞 一個叫高層 一個叫樓高 樓高都是正的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有深屬門空間 但是呢 高層是可以改變的 高層是可以改變 也就是說我今天你看 我們往上蓋的 是不是從頂開始往上蓋 那你覺得地下室是不是要變富的 所以說我現在呢 由頂往下 如果我要挖250公分 我就變成高層就是負的250公分就好 也就是呢 我地面在這裡 這是零 我從地下的250公分 開始往上蓋250公分 有沒有 剛好就是地下室 了解它的概念了 所以我現在呢 只要把高層這個地方 改成負的250公分 當然你要更高的也可以 一般地下室比較矮一點 所以我用負的 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變成負的時候 你不用跟它講 它有沒有自動掉到下面來 是不是順序就掉到下面去了 這樣子你的地下室就蓋好了 應該說就有一層地下室了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做好之後 再看一下喔 高層是一樣 樓高是一樣的 你也可以改 但是重點是高層要變成負的 好 那你找到我們戶外裡面 不是有游泳池嗎 我們就拿這個游泳池來做囉 你看我把它丟出來 我是放在地下室喔 把它放在地下室喔 所以我把它丟出來 好 來 你看一下 我放在這邊好 我把它放到外面一點 放到外面一點 好 這樣子看沒有什麼對不對 來 你看我把它拉高 往後推一點 有沒有看到真的放在地下室裡面 這樣 有沒有 你要從那個平面 就是平的角度看來 會看到那個地下室的空間 有沒有 這樣看就看不出來 這樣看 看得出來 好 那你看喔 我回到一樓 有沒有 你們家的游泳池在旁邊了 因為它有空間 是不是也挖下去了 那為什麼它還會突出來 不好意思啦 游泳池比較高 所以那你說 我可不可以用懸空高度 把它往下拉 不行 為什麼 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懸空高度 原本已經到零了 也就是說它已經放在地板了 這代表你們家樓層不夠高 所以麻煩你 把你們家地下室挖深一點 負兩百不夠 我負三百五 確定 有沒有凹下去了 你看 我這樣凹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你回到一樓看一下 它有沒有真的在這裡 所以這個時候呢 因為對我們來講 你看喔 三百五有沒有差不多跟它這個一樣高 那我凹下去一點點 可不可以把它浮上來一點 可以的 所以你們家有沒有做過那個 升降式的游泳池 好不好 對吧 沒的一圈放在地板 沒的一圈再補起來 我跟他說 花很多年了 這樣拉起來 有沒有我們這樣就可以接在一起了 所以你了解了齁 我們可以利用懸空高度去調整 但是如果它已經到頂的時候 你壓不下去 就表示你們家的高度再高一點 高一點它才放得下去 這樣清楚了 地下是就像這樣 那所以我還有準備一個東西 如果你們家游泳池下面 還要放停車場 有沒有 是不是可以 車道可以出來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有一個關鍵字 應該有一個叫三角形吧 還是車道 三 有三角形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是可以挖地面來 也就是跟剛剛那個樓梯一樣 所以呢 我把這個三角形 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你看一下喔 放到這裡來 好 看起來不怎麼起眼沒關係 把它變大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裡有挖一個東西出來了 對不對 好 我先拉過來拉過來 假設有泳池出來 你看 我現在碰到它 有沒有一個 從這邊 有沒有這樣寫寫的 對不對 可是好像不夠高 有沒有發現 好像不夠高 沒關係 我把它墊高一點 這個地方 有沒有高度 這樣有沒有接上來 這個地方這樣有沒有接上來 好 我們再繞一下 有沒有剛剛好 它是把地面已經清掉了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下去 好 所以如果你有坐地下室 車道也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我們就可以把一台車子進來囉 找車 好 我們就拿卡車來玩一下吧 丟進來 哦 這樣 角度轉好 但是這裡你遇到一個小問題 車子沒有人這樣選空胎的 那模型都會轉一下方向 可以 可是 你用這裡轉 是不是只能旋轉它的角度水平而已 我跟你講 從5.5還是5.6開始 有這個功能 點兩下 我們剛剛都沒有用中間這一個 這個就是模型本身可以旋轉 好 那我這邊呢 如果你搞不清楚 這X軸Y軸還是D軸 沒關係 你就隨便試一下 45度 有沒有卡車 這樣知道齁 你看 當我轉了這個方向之後 有沒有發現 看到 好像跟我們剛剛不一樣的圖 跑出來的 這個就是 可以調整的 我再旋轉一下 點到它 好 在這裡 要變成這樣 哦 你過分了 這樣就好 對不對 全空高度 這樣太多 反正 老師知道意思了 然後呢 再放回來一點 這樣又太多 好 這樣有沒有比較接近了 所以這樣子 是不是就OK了 所以這個是 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其實Swim 3D它好玩 就是 它真的可以做很多客製化 很多客製化 如果你覺得 老師有學過其他的標準3D軟體 你可以把3D的這個 試圖 你看 輸出成Hobj 它就可以拿到其他的3D軟體 裡面去做更進階的輸出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 它本身是開放的 不管你從外面會入模型 會做菜式 是不是都可以 對 也可以拿出去做好 拿去跟別人做分享 這樣子我們能夠做的 整合就很多 OK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只能上到這邊 那麼樓中樓的部分 小木屋的部分 可能就要麻煩各位自行來這邊看一下囉 小木屋也是一個很好玩的 也是很好玩 像這個我就跟Photoshop做結合 這個 狗腳印啊 我做這個 當初做這個是因為怎樣 我們看那個蝙蝠俠的卡通有沒有 它出任路的時候都會投影 所以我就拿狗腳印來投影 把牆壁打動 這樣也可以不同的造型 OKOK 好 所以可能 如果你要做小木的部分 就麻煩你自己再上去我這邊來看一下 我這裡有小木可以製作的參考 還有上課的影片